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们好 我是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方基前 这是医学统计学课程 我来讲第一章序论 序论的第一部分是关于医学统计学 医学统计学是一门交叉学科 是医学和统计学这两大领域 经过近两百年的磨合形成的一门交叉学科 什么是统计学 我这里引了两段关于统计学的定义 第一段来自著名的Webster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统计学是a branch of mathematics 是数学的一个分支 Dealing with the collection, analysis, interpretation, and presentation 它是干嘛的呢 是收集,分析,解释和表达of masses of numerical data 大量的数据 第二段来自一个流行病学的词典 它说统计学是the science and art 既是科学又是艺术 the science and art of collecting, summarizing, and analyzing data 是收集,综合和分析数据的一门科学与艺术 而这些个数据呢 are subject to random variation 这些数据是具有随机变异的 如此看来 统计学是处理数据中变异性的科学与艺术 它的内容呢 是收集,分析,解释和表达数据 目的就是求得可靠的结果 统计学现在的地位相当的高 凡是医学研究都要和统计学家合作 凡是医学的论文 杂志社 总是要请统计学家最后把关 你要申请基金 例如美国的NIH基金 它就规定 你的研究团队里边 必须要有统计学家 关于药物的开发与申报 像美国的FDA 它就规定 你申报新药 必须呈上详细的统计分析的报告 当然各国政府做卫生决策 都要基于数据和数据的分析 现在我来介绍一下200年医学与统计学磨合的过程 第一位 路易斯 是在18到19世纪之间 现在认为路易斯是寻证医学的奠基人 他首先用数字的方法来评价当时盛行的放血疗法 路易斯 收集了52例重伤寒病原 39例放了血 平均生存时间是25.5天 13例没有放血 平均生存时间倒是更长了 28天 路易斯 又收集了恢复期的伤寒病原资料 62例放了血 平均待病期是32天 26例没有放血 平均待病期是31天 短了 据此 路易斯当时就明确宣布 放血疗法无效 这一位是19世纪末 20世纪初的Garton 他是第一位定量遗传学家 Garton最早利用量表来进行科学研究 当时他定量地研究了有成就的人及其家庭 发现智力也是有遗传的 Garton Garton最早发明了回归直线和相关分析 现在应用的十分普遍 Garton 还发现了一个 所谓 Regression toward the mean 这样一个普遍的现象 例如 父亲是个高个子 儿子一般说比较高 但是较少超过父亲 父亲是一个矮个子 儿子一般比较矮 但是也较少比父亲更矮 这就是所谓的向平均速回归 Regression toward the mean 这一位 卡比尔森 我们认为是现代统计学之父 他是Garton的学生 在1894年的时候 比尔森就开出了第一门统计学理论课 1901年的时候 他创办了第一份统计学杂志 Biometrica 现在还有非常高层次的统计学杂志 当时呢 这个杂志上就发表 比尔森和他的学生们 有关生物统计学派的研究成果 这个杂志现在还有 但是在当时 1903年的时候 剑桥啊 只有两个订户 很惨啊 这一位是Fisher 他比皮尔森小三十多岁 Fisher有两本著名的著作 一本 Statistical Methods for Research Workers 第二本 Design of Experiments Fisher在这两本书里边 提出了对付误差的三个原则 现在很多教科书都提实验设计的三原则 但是其中第三个原则 和Fisher当时提出的 有所差别 Fisher先提的是 对照 control 随机化 randomization 和适当的组织 relevant organizing 而现在人们说的第三个原则呢 是重复 看来还是Fisher当时说的 适当的组织 比重复更广泛 Fisher当时有一个著名的论断 说为了由局部推断整体 统计学家在实验的设计阶段就必须参与 现在已经被公认了 整个设计阶段都要由统计学家参与 在印度的一次大会上 Fisher讲过 做完了实验以后才来找统计学家 那就好像要他来做尸体解剖 那个时候统计学家就会说 哎呀 您这个实验呢 死于什么原因 为时万矣 Hill 他是把Fisher的随机化试验 引到医学里来的第一位 Hill曾经做过 炼霉素治疗肺结核的临床试验 当时他把患者随机的分成两组 一组呢 一组呢 是炼霉素加卧床休息 另一组是单纯的卧床休息 他请两位放射学家和一位临床学家 独立的课 Hill有一本著名的書 叫做Principles of Medical Statistics 实际上他当时并没有专门来写这本书 而是著名的杂志柳叶刀 请他在这个杂志上写连载的文章 来介绍一些医学统计学的知识 后来他把连载的文章汇集起来 就出版了这样一本重要的著作 这本书一版再版连着出了十多版 Hill在书里边说 相对而言医生个人的临床经验 是无计划 杂乱的 而且是非常不可靠的 Hill当时成功地说服了英国医学界 要把Fisher的实验设计的原理 引入到医学试验当中 所以现在大家公认 Hill是随机化临床试验的先锋 Hill的随机化临床试验 很快就传到了大西洋彼岸 在美国当时有一个人叫做Salk 他在1954年实施了一项临床试验 目的是要评价 疫苗预防小儿麻痹 或死于脊髓灰质炎的效果 这项试验有一百八十万儿童参与 花费超过了五百万美元 开始的时候 随机化分组遇到了阻力 逐渐逐渐改善 最后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 参与了随机化 最终肯定了这个疫苗的效果 因此这个疫苗就命名为Salk疫苗 此后美国的FDA 就规定了临床试验的一整套制度 使之成为确定药物疗效的标准方法 现在除了美国 在欧洲 在中国 许多国家 都有类似的法规 规定 新药临床试验 必须要有详尽的统计学报告 至此 经过十八十九二十世纪 近两百年的磨合 医学和统计学终于联姻 形成了医学统计学 这样一个交叉学科 屹立于科学之灵 以上是关于序论的第一部分 医学统计学的发展历史 谢谢